如果要格式化條件,建議是另外再複製一個 並且把它原來的設定格式化條件可以把它清除掉 我們再延伸出來用VBA來做撰寫 因為VBA撰寫它的彈性比較大 比如說我今天像剛剛同學問到那個問題 當然我們這邊是設定格式化條件 其實你也可以把這個設定格式化條件改成什麼 把那個禮拜六禮拜天乾脆去掉就好了 就是讓它看不到 那做法其實也可以拿這個來改 那我們來看格式化條件按下去的話 它可以做出類似像這樣子 不過顏色我是沒有特別去調 大概就是像這樣的顏色 然後還原 把它還原掉 然後年曆這邊有個按鈕 主要就是說延續性 不過這個後面這個難度有點太高了一些些 所以我請供各位參考 我會把程式放上去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自己看一下怎麼做的 那主要這個年曆是第一個請你輸入年份 2017好了 那輸入2017之後我主要做什麼 把這個2017的這個這個年份的資料 輸入到A2 然後並且加1月1號 因為它輸入年 可是沒有1月1號 我自己幫它加上去 加上去之後呢 那我就把其他的也是一樣 照剛剛的方法 先加這個進來之後 有沒有 先把舊的先清掉清空 然後再加一個 再把這一些 就是說每個月第一天先做出來 再把每個月的其他天數 全部都通通完成 再做一個格式化 大概我的流程下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做完了 按確定 全部做完了 2017的那個 那個年曆就全部做完了 當然你有個清除按鈕 OK 就這樣子 OK 如果你要2018也可以 當然同樣的方法 你可以自己去產生 一鍵完成 你自己的什麼 行事例等等的 OK 按個確定 按個確定 有沒有自動全部完成 一樣的方法 有沒有 很快的就 一鍵完成你要的事情 但是這個背後 可能要做一些事 僅供參考 因為裡面程式 先跟各位講一下 這有點難度啦 OK 不是說 但不是說 你一下子就可以馬上理解了 但是如果你肯花時間 我想應該也不算太困難 好 那我們階段線來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 如何格式化日期 那格式化日期 需要注意幾件事情 第一個 就是說我需要從這個儲存格 一直到它最下面的儲存格 就是到L欄的最下面 這個儲存格 做什麼事情呢 就一個一個把它抓出來 然後判斷一下 裡面的儲存格是禮拜六 或者是禮拜天 如果是禮拜六 我給它一個儲存格的那個 也字的顏色跟底 字的顏色跟底色 前面有講過嘛對不對 好 那邏輯大概是這樣 那程式怎麼撰寫 基本上 我這邊來看一下 基本上 那跟前面的方法差不多啦 我這邊有個格式化日期 那特別注意 我這邊是撰寫FOR I指的是列 哪一列呢 從第二列 一直到三十二列 因為總共有三十一天嘛 那這個是列 特別注意 外面是一個列迴圈 那其實我的撰寫是這樣 其實這是後面補上去 第一個先把這個打上去 打上去之後 再把什麼 FOR 再來就是追 那我用J來表示什麼 J來表示是藍 第幾藍呢 第一藍到第幾藍 因為一年剛好有十二個月嘛 不用看也知道 OK Enter兩下NAS 這樣子的意思表示說呢 我要一個 一個 一個的 把它怎麼樣 抓出來 做什麼事呢 做邏輯判斷 所以呢 我做邏輯判斷的話 我就IF IF什麼呢 那儲存格 特別是因為有藍有列嘛 那前面是先列 再藍 記得喔 Sales I指的是列 J指的是藍 那把它抓出來做什麼呢 判斷一下是不是禮拜六好了 比如說禮拜六的話是 week day OK 包在外面 然後呢 如果這個 它等號是7的話 那 ZEN 做什麼事呢 ZEN Enter兩下 END IF 這個邏輯前面有講過 就是一個結構先打出來 把它的 字的顏色跟底色怎麼樣 把它改成什麼呢 改成那個 應該是我們要的 那那個顏色如果不知道的話 你可以從這邊去查一下 假設是這個綠色對不對 這個是淺綠色 那你可以其他色彩 比如說你不知道假設啦 因為這個實在是不知道怎麼挑 挑這個好了 這是淺綠色 那你制定一下 204 有沒有 綠色255啦 其他大概我就把它定200 這樣會比較好記 那 再來的話就是深綠色的話 也許我可以抓這個 假設 或者是你乾脆就是 就是乾脆255 這個是0也可以啦 假設整個綠色好了 那這邊就255 就是綠色的 OK 不過這看起來好像沒有很漂亮 不過沒關係 主要是效果 有就可以啦 其他如果你要漂亮一點的話 自己再花一點時間 這個色彩 還是要去了解一下 你會發現這個底下數字都會變動 如果是深綠的 好像大概就是 把這個數字再稍微調 大概 大概差不多給100 看看差不多吧 100左右 OK 好那就是填上這些數字 如果我要變更什麼 變更那個色彩的話 那應該還記得吧 就這兩行 Sales 其實儲存格裡面的那個 顏色加上去的話 基本上 就是 IJ 那字的顏色就是 Fone Color 那如果說 你的字的顏色 假如說要深綠色的話 我剛剛有 假設這個0 0 100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是多少 淺綠色是多少 200 對 這個綠色是255 這個是200 OK 好 設定完了 那我只有設定禮拜六對不對 禮拜天其實就可以把這段程式 複製貼到下面 那我們可以先測試一下禮拜六 禮拜六的效果 OK 那把它執行過 全部跑完了 有沒有 禮拜六就出來了 好 那再來禮拜天呢 禮拜天一樣 怎麼樣 Ctrl C 然後把它貼上 這邊的話 有沒有 就是把它改成1 那如果說呢 他禮拜天的話 這個顏色 我假如說要紅色 那紅色的話就是 255 有沒有 R嘛 這個綠色沒有 有 那如果是 底色 是 黃色的話 還記得嗎 255 255 然後這邊多少 這邊0 好 做完了 OK 把它執行過 全部完成 有沒有 就這樣而已啦 但是會有個問題啦 其實這裡沒有發生這個問題 就是說這裡面 假如是空的話 好像它會出現錯誤 不過這個地方看起來好像 雖然沒跳出錯誤 好 所以喔 邏輯上 以後請各位注意一下 以後如果說 你會有一個範圍的話 一定會有幾列 幾藍 那你只要怎麼樣呢 把這個回圈定義出來 其實可以套公式的 然後呢 裡面的話 做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呢 那裡面的儲存格 就Sales IJ 假設說這個條件為真的話 那我就做這個格式 反之就做這個 那還原的話 其實基本上差不多啦 就是把裡面的 字的顏色 改為黑色 底色的話呢 改為白色 好 或者是你可以把它用什麼 Color Index 等於XL 也可以啦 前面有講過 那我還原的話是把 那記得喔 這個是黑色 有沒有 000 白色的話呢 是255 2525 25 25 那把它執行過 有沒有 你會發現喔 這個部分全部都去掉了 但是喔 這個好像沒去到 不過這個可以再補一下 好 大概是這個地方 做格式的還原 就是格式跟格式還原 最後的話 有個黏粒 不過這個黏粒 我是把它擺在雲端上 如果有興趣的話 各位可以了解一下 那裡面主要是 增加一个input box 你可以把它拿来套用一下 新增进来之后 我再加上1月1号 再怎么 产生每个月的第一天 再产生日期 最后做格式化 不过格式化我没有重新撰写 我是利用什么呢 利用call call的话意思就是说 可以呼叫另外一个副程式 呼叫他 他就帮我做一样的事情 所以这部分的话 各位可以试试看 那刚刚完成的这部分的程式 在云端上也有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那个日期与时间函数 那今天就先讲到这边好了 下一次上课的话 就数学函数了 所以